哈喽大家好 我是冬月 日复一日淘机 现在我们依然是来到了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的手机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相比往年的iphone行情临近年关 基本上都是缺货或者是涨价 今年就跟以往的不同了 基本上所有的机器一直在跌价 现在跟着我的脚步去看一看今天要拿什么机器 现在我们先来帮一个老铁挑一台XR128G的 这个是港版双卡双代 外观橙色的话是99新 电池效率的话 还有91也是非常不错的纯元机 目前市场哪的话是2150 如果是每版单卡的行情是在2000左右 具体的话是看机器的这个状态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档口 看这个老板正在整理机器 他这应该是11pro都是那种橙色比较差的 爆屏的或者是包护盖的 像这种机器的话都俗称大花机 像这种机器的话 拿货都非常便宜 被某些人打包走 摇身一变 就会变成那种什么库存机 全新机 比正常的二手价格还要便宜 遇到这种商家大家就要小心了 手上这一台的话是在隔壁档口拿的11pro 马克思256G的每半无锁 电池效率的话是99 外观的话大概就是95新左右 这样的机器 市场拿货的话是在4000左右 现在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13pro128G跟这个etb的行情 最近市场上的货还是比较多的 也是一直往下掉 现在我们来拿两台 这是etb 没错吧 没错的 进到下也不行 没法的吗 对 这老子 没法是吗 啊 etb 不显示 那个再减了etb都不显示了 不显示了这个 男子好 这个给我抄吧 男子也是有一点的 是吧 有一点的 金色我再挑一个 像这个11pro1tb 我们拿了一个是充电个位数 外观99新 档口这边是给我8600 又挑了一台这个128G的金色 也是99新充电个位数的 档口这边给我是6400 14 现在我们来到另一个档口 挑一台 这个也是没办无所的13pro max 128G的 可见市场上也是非常的多 家家都是一档口 来到这个档口 他都懒得报价了 写了一张这个单子在 柜台上面 我这边也在前面拍了出来 大家有需要的 可以做个参考 可以看到单子上面准新的行情是7300 这台机器的话 我们不拿这个准新的 他这边也出完了 剩下了一个亮机 外观是有一点磨损 他这边直接给了我一个优势的价格 就是6800 我把它拿了下来 可见这个外观对价格的影响有多大 直接就少了500多 我觉得还是非常划算的 带个保护套使用的话也是无伤大雅 大家觉得目前这个房型怎么样 适不适合入手 可以在公屏下面讨论一下 三个一你拿多便宜点呗 接下来都没后的 众所周知 美版的机器是不支持双卡双代的 双卡双代的机器只有国行跟港版 然后国行的机器使用率都比较高 所以说像这种老款的机器精品的就不是很多 我们一般都是选择这个港版 这个档口到了几台这个12 pro max 256g的 外观的话是99星 电池效率的话都是100 官方在宝的也是非常的少 他这边给我的话是6400 我就把它拿下了 毕竟美版单卡的这种机器的标准还是要6000的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大家还想了解哪些机型的行情 或者是喜欢更多华家美淘机视频的 我们下期再见